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一章 道中意境 作者 六界三道 阿剃 赵云揉了揉鼻子 又一个喷嚏 但这喷嚏打得好 惊出了一道金光 而且是从地底窜出来的 跑得倒是快 直插云霄 可再快也快不过赵云 一手将其捉了回来 其后几日 他时有收获 金光的确是好东西 入体便是力量 耶 他在一座岩壁前驻足 此岩壁不同其他 其上刻着一个字 一个道字 不知谁所写 只知气韵恢弘 潜藏着一抹飘渺的意境 仔细聆听 似还有道之音 这就玄之又玄了 五道修体魄 但是真正的道 修的却是法则 这 是月神告诉他的 至今 他都未搞明白 究竟怎么修那种道 对此 月神也只二字 敢悟 聊聊二字 其内道理 就包含太多了 是他道横太浅 五道都未搞明白 更莫说法则了 真想悟道 怕是只有道仙境才行 即便成了仙 超脱凡俗 也未必能悟出法则 他久久未动 就盯着那个道字看 看得久了 心神不由沉沉其中 直至此刻 如成了一座雕像 纹丝不动 看其眉宇时而舒展 时而紧皱 或有困惑 也曾有感悟 可他 自始至终都未能进意境 明明有意境的 却偏偏进不去 如此这般 足三天三夜 至第四日 才见他体魄一颤 眸中有一道光闪射 意识迷离 终是进了意境 所见是白蒙一片 啥都看不着 没有人也没有事物 只一缕缕云雾飘飞 阴晕朦胧中 似见金光闪烁 且一彩喷勃 这是啥意境 照云难语 正正地看了两久 恍惚的一瞬 有一道人影惊鸿一现 他未看 真妾 就知道是一个人 虚幻的人 该是意境的主人 他曾呼唤 没人回应 可他的呼唤 却惹出了一片 缥缈古老的道音 在意境中无限响彻 虚幻的人 终是现身了 通体都金光璀璨 而意境世界 也因其而变 空白的一切 变成了混混沌顿 混沌之后 渐渐演出了天地 春夏秋冬 随之更迭 山川草木一一映现 四天地初开后的演变过程 照云看得眼花缭乱 这便是道吗 能眼花万物 他对道 依旧不是很懂 但这场演变 却让他亏了冰山一角 倒是变花万千的 世间万物皆可为道 至于能悟出多少 全看自身 不知何时 他才开谋 回归现实 他的谋 深邃了不少 还有悬翼之光闪烁 再看岩碧 那个道字竟消失了 赵云揉了揉眼 的确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这几日 他恍似是做了一场梦 且脑瓜子还有点迷糊了 回想意境中所见所闻 渐渐变得模糊不堪 似记忆退化 不留痕迹 好奇怪 赵云独自发症 神神叨叨的 小麒麟一声嘶叫 把他从沉缅中拉回 他恢复清醒 下意识望向深处 竟是有一彩喷勃 和异象眼画 连遮掩天穷的云雾 都被染得绚丽缤纷 除此便是磅礴之气汹涌 有一宝 赵云眸光异翼 直奔了那方 不止他望见了 罗生门主也望见了 只不过 他运气貌似很糟糕 绊到吊坑里了 踩了传送阵纹 在现身 已是一片桃花林 本以为能轻松走出 到了 才只是一座阵法 赚了十几个来回 愣是走不出来 而且 还撞上了好几个邪雾 大半夜的 都不睡觉 山林中 赵云一路走一路看赶之 今夜的舵仙云海 很是热闹 四面八方皆有动静 多为凶兽 也有可怕的邪雾 乔天穷 成片飞禽滑空而过 奔向的都是最深处 由此可见 境地的确有一宝 而的这些活物 多半都是奔着一宝去的 赵云偷偷摸摸 不敢太张扬 生怕被强大的凶兽 或邪雾盯上 毕竟 他修为遭压制 纵吞了几道金光 所解开的修为 也极为有限 不知何时 他才定身 他藏在了茂林深处 拿望远镜去看 一彩喷勃的源头 竟是一座祭坛 而凶兽 飞禽和邪物这些 就处在祭坛的外围 却没人赶上前 祭坛方圆几千丈内 没有活物 惧怕祭坛 赵云沉吟 又环看了四周 这猜测很靠谱 跑来的活物 谋中的神色 有贪婪也有惧怕 贪婪使他们疯狂 有那么几头强大的凶兽 总在边缘地带疯狂试探 探着探着 就把自个探成灰烬了 是被祭坛上的光 给扫灭的 咕咚 赵云看得暗自吞口水 很显然 祭坛上刻有静致 极强的静致 纵是准天级的凶兽 敢踏足那片禁区 便会第一时间被扫灭 朕的其他活物 都集体后退 惧怕之中更多贪婪 这让赵云很好奇 是什么 让他们这般觊觎 他盯住了记 谈 若他所料不差 祭坛之下封印着宝物 至于是啥 尚且不明 但瞧这片天地的动静 便知是大宝贝 不然 禁地中的活物 也不会在这扎堆 好似都想要祭坛封印之物 老实说 赵公子也想要 纵是得不到 他也想瞧瞧是啥 好 他看时 更多活物跑来 他俩眼珠上下左右的转 飞禽走兽 应有尽有啊 数量很庞大 难怪从古至今 这么多寻宝者进来 没人活着出去 入了这堕仙云海 便会修为尽尸 便会成普通人 拿斗得过这些个大家伙 这些至少能瞧得见 暗中 不知还藏着多少坑 嗡 祭坛末的一颤 成片云气挥洒而出 活物们见了 异常疯狂 成片地扑了过去 其后画面 就很血腥了 祭坛竟直再次触发 成片剑气批斩出来 活物们遭了大秧 被剑气批得七零八落 除却一些较强大的 剩下的皆是一击秒杀 其中步伐准天急 看得赵公子 又一阵尿颤了 静置是有多强 怕是天舞镜踏进那片镜去 也未必能走得出来 所以说 下面究竟是傻宝贝 他看了麒麟 小家伙是一脸的茫然 麒麟看不出 月神却看得真切 也的确是好东西 血脉本源 而且 还是一种急霸道的血脉 这等血统 早在几万年前便已绝迹 至少他成神之后未再见过 不曾想 凡人界竟有本源 第四章 今天没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二章 大餐 作者 六界三道 静地热闹非凡 自外去听 云海多凶兽嘶吼 自外去看 云海光滑冲销 一彩喷波 有一宝出事 静地外来了不少人 是听着动静过来的 达老远 便瞧见了喷波的霞光 以及那一副模糊不堪的异象 仔细去聆听 幌似还有一种极古老的道音 繁文之者 皆心神恍惚 要不 进去瞧瞧 谁爱尽谁尽 老夫还想多活几日 看看便好 莫找刺激 人影扎堆 少不了嘈杂之声 说了半夜 无人敢进去 但凡有点阅历的人 都知舵仙凶名 进去溜达的人 没有活着出来的 哪怕是天舞镜 只要进那片天地 便杳无音讯 无人知云雾深处究竟有什么 究竟藏着多少秘星 只知 云海便是一层神秘的面纱 赋予静地的 是梦幻的色彩 吼 静地深处 吼声不断 活物越举越多 巨蟒 蜘蛛 蜈蜈蜈蚣 豺狼虎豹 应有尽有 赵云还在 格纳看了又看 祭坛很古老 其上的静置很是霸道 胆敢有人踏入那片禁区 管你是地藏还是准天 都在第一时间遭攻伐 瞧那一堆堆碎肉烂骨 便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为何有一彩喷勃 多半是因岁月太久了 祭坛上封印裂开了缝隙 这才有气息透露而出 乃至引来活物 在等什么 等祭坛解封 赵云难语 聚来这么多活物 貌似都在等待 好似 接下来将有一场饕餐盛宴 而他们 都是来吃大餐的 自祭坛那收谋 他又还看四方 这般大的动静 罗生门主多半来了 瞅了一圈 也没见那娘们 赵云心中嘀咕 罗生门主不会 已死了吧 这个猜测 他自认很靠谱 毕竟 静地处处是坑 没有修为 活下去的几率是零 一个走不好掉坑里 或被凶兽叼走 被邪物吞噬 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惰仙自古以来的凶名 可不是开玩笑的 哄 莫的 祭坛又一声轰隆 而后 便见祭坛中 炸出一片璀璨金光 血脉本源气 赵云眸光异议 一眼便认出了那是什么 绝对是血脉本源气 只不过 蒙着一层金灰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片金光呢 那是好东西 吞了可恢复修为 可积攒血脉之力 好处多多 难怪都往这跑 真是一场饕餮盛宴 他看时 金光 已化成了无数道 朝四方射去 好 苏 活物们来了精神 亢奋无比 就是为金光而来 强大的凶兽 多张了大口 强行稀释金光 还好金光很多 他们所稀释的 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弱小的凶兽 还是有汤喝的 都各自盯住了一道金光 一路追了过去 苏 赵云也未闲着 素如金红 他手握着小葫芦 见金光便收 来不及融合 因为金光很多 先前三五日都不见一道 今夜入目皆是 并非静止不动 来回地窜 他得尽可能地夺金光 以恢复更多修为 出去前得先把命保住 轰 碰 舵仙云海变得更热闹 凶兽多体型庞大 站那不动 倒没啥 可一旦奔腾起来 那就是大场面了 从天去俯瞰 俨然是一片兽巢 大地因之洞颤 山体因之摇晃 碎石崩飞 参天古墓成片青岛 So 赵云眼疾手快 又收一道金光 不等他顿走 便见一个大家伙扑来 那一只三头火狼 得有三米多高 通体烈焰燃烧 星红的眸暴虐不堪 见金光被收 盯住了赵云 口中躺留的 结血色的哈喇子 别逼我发飙 赵云大骂 说最狠的话 做最耸的事 口上骂着 扭头就跑 又修为了不假 但几乎可忽略不计 这只火狼 可是地藏级的凶兽 虎落平阳被犬欺 他这一跑 火狼追得更凶 烈焰喷射 树林被燃成火海 也给赵云烧得乌七八黑 不知何时 三头火狼才拐了弯 只因有一道金光滑天而过 好巧不巧 距离它很近 相比追这个人类 这道金光貌似更加好追 呼 赵云松了一口气 溜烟不见 金光还有不少 满劲得乱窜 活物们满劲得追赶 追上还好 若是追不上 那就只能开墙了 弱肉强食 在舵仙云海 也同样适用 强大的活物 专干打劫的勾当 赵公子看得真切 是眼见着一条巨型蜈蚣 被一只赤色大鸟 撕成碎片的 血腥的一幕 各处平平上演 未夺金光 而大打出手 这等惨状 足持续了八九天 这第十日 嘶吼声 才渐渐湮灭下去 滔天盛宴 终是落幕了 看舵仙云海 却狼藉一片 活物的尸身随处可见 鲜血躺流 聚成了一条条 缠缠的小溪 一缕缕浓郁的血气 则染红了飘渺云海 破 赵云走得跌跌撞撞 一路都在渴血 倒是抢了不少金光 却也付出了惨烈代价 遭遇了一只黑豹 被咬下一条手臂 后背更是森然 肉皮都被撕烂了 能见血灵击鼓 若放在往常 运转长生 绝可轻松愈合 如今修为薄弱 再生遭压制 愈合速度极缓慢 不久 他进了一座山洞 伤得虽惨 他却笑得欣慰 富贵险中求 果是不假 这些时日 抢了不少金光呢 血脉本元气 比想象中更奇异 每吞一丝 便会染一点金灰 神秘的血脉之力 游走于经脉中 竟还能洗炼体魄 若是数量足够 绝对能助他的肉身蜕变 甚至于 连五魂也有可能灭盘 祭坛中 封着血脉 赵云沉吟 运转了长生诀 必与血脉有关 思索一番 他极为确定 仅仅是血脉本元气 都有这般神奇的力量 绝非一般的血统 在他看来 比仙灵之体还可怕 世间血脉千千万 并非所有的血脉 都能形成特殊体质 并非所有的血脉 都能滋生出本元 嗯 症疗伤时 赵云突闻稀疏声 他忙慌脸了气息 藏洞口往外看 入目 便见一道人影 以黑袍遮掩 但他看得出 是个老者 独臂的老者 走得小心翼翼 一路都在左瞅右看 不是一般的警惕 失足人 赵云挑了挑眉 或者说有些意外 他与诗还真有缘 竟还能在舵仙云海撞上 竟有修为 三五顺后 他又一声难语 没错 那独臂老者是有修为的 与他的遭遇 该是如出一辙 吞了不少金光 恢复了很多修为 就是不知 那或是啥时候进来的 只知 那或是个人才 凡是能在境地中存活的 都他娘的人才 独臂老者渐行渐远 赵云未追 以他如今的状态 不宜动物 待收谋 他继续疗伤 三日后 才见他出山洞 去了祭坛方向 如他所料 独臂老者也在那 正处在外围看祭坛 某有惧怕 惧怕祭坛上的禁止 杀伤力很恐怖 他的一条手臂 就是在这丢的 若非跑得快 定被一击打灭 惧怕之余 便是赤裸裸的贪婪了 赵云能猜出 里面疯的是啥 比赵云更早来进地的 他会猜不出 只可惜 他进不去 修为太薄弱 靠近便是死 准天静 天舞静 赵云躲在岩石后 偷偷看独臂老者 不知对方修为丧失之前 是啥个级别 但至少是准天静 保不齐 还是一尊天舞静 看样子 入境地已有多年 这期间 必定吞了很多金光 同时修为尽失 独臂老者恢复的修为 比他高得多 他是宁愿静 对方乃悬崖静 自然 这是在境地中的修为 若出了舵仙云海 修为会瞬间回归 这便是舵仙云海的诡异之处 比鬼明山枯邪乎多了 谁 独臂老者豁得回眸 朝这方打了一道幽芒 赵公子的眉毛挑得老高 真是小看了那丝的感知力 要知道 他这浑身上下午的严严实实 而且还用了颇多遮掩服 这都能察觉 Soul 他一步飞身后盾 他刚走 那座岩石便被幽芒一击打崩 午休 独臂老者见了 满目惊异 没想到 舵仙云海中除了他 竟还有其他人 Soul 他三两步追来 扫出了一片剑气 赵云以魂欲剑 竭力格挡 剑气与龙渊碰撞 撞出一片火光 给他震得不轻 宁缘对玄阳 他貌似不是对手 恢复了些修为不假 但禁地中的限制尤存 很多手段都使不出 譬如他的天眼顺身 此修为的他 根本就凝不出那么多铜力 自也使不出天眼顺身 拿走 独臂老者 将龙头杖插在了地上 后单手掐绝 顿得 赵云逃顿的方向 有一片 骇浪席卷了过来 吞天那地 妥妥的水顿密法 赵云跑得太快 没能杀住车 一头撞进了骇浪中 凤 独臂老者冷斥 硬绝又变 随他话落 骇浪寸寸结冰 要将赵云冰封 赵云强开护体天罡 震碎冰封 瞬间顿得眉眼 护体天罡 独臂老者老魔微眯 杨天世家的人 看来 他还真是被困在 舵仙云海太久了 俨然已与时代脱节 自不知大夏出了逆天妖孽 纵使杨天世家的不传之命 也用得贼溜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三章 以血染道 作者 六界三道 耶 赵云又回了山洞 完了 他搬出了一辆弩车 架上了强弩 矛头对准的是洞口 等着吧 那独臂老者 很快便会找到这 只因他顿走时 故意漏了破绽 散出了一丝气息 以独臂老者的感知力 定能一路追踪到这里 而他 隔着手珠带兔便好 禁地限制太多 他使不出多少战力 如此 只能以此法坑人 未多久 独臂老者真就来了 那四道不傻 用黑袍舞的严严实实 脸去了呼吸 也用了遮掩符 但这些 在赵云眼中皆摆设 是你自个出来 还是老夫抓你出来 独臂老者一语忧笑 盯住了山洞 笃定赵云在里面 我不出去 这凉快 赵云回的随意 将你炼成尸馗 该是不错的选择 独臂老者宁笑 一步踏入 来吧 宝贝 赵云笑了 顺手开了弩车禁止 破 血光乍现 独臂老者悲催 前脚刚进 后脚就挨了一杆强弩 又从山洞中横飞出去 被一毛钉在了对面岩壁 其后报符轰然炸开 并非高级别报符 生怕炸死对方 赵公子用的事都是低阶报符 纵要杀 也得等撬出秘星再杀 独臂老者当场就被炸残了 血骨横飞 赵云的分寸 拿捏得很好 就炸了个半死 啊 独臂老者的惨叫 无比凄厉 是他低估了对手 竟他娘的油弩车 一步留神 挨得板板整整 前辈 真巧啊 赵云已出山洞 拎着龙渊过来了 独臂老者劈头散发 咬牙切齿 都被报符炸成这副熊样了 竟还能攻伐 眸中斩出了一道血芒 化成一道剑光 隔空披向赵云 嗡 赵云挥剑 一击斩灭 独臂老者咳血 已是极限 当场丧失战斗力 赵云不废话 一掌按在了齐天灵盖 用了搜魂术 啊 痛苦的乌豪 随之响起 独臂老者的记忆上 虽是有禁止 却抵不过搜魂的强制掠夺 秘星皆被挖出 是失足人无疑 身份还不低 或真价实的准天巅峰 在十年前 便已来了舵仙云海 是来探保的 不曾想被困境地 对这些 赵云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那座祭坛 从独臂老者记忆中得知 逢有月圆 祭坛中便会有金光炸出 而祭坛之 下 也的确封存着血脉 而且 还是血脉的本源 可惜独臂老者 也不知如何进祭坛 在外徘徊了十余年 愣是未找到入口 不久 惨叫声烟灭 独臂老者跪了 当场命丧黄泉 他死时的心境 该是很惆怅 也很郁闷 好歹是准天巅峰境 这般被葬身 着实的憋屈 若是重来一次 他绝不会来这堕仙云海 这就是个坑 困了他十年岁月 宝贝一箭没找着 还把命丢着了 一路好走 赵云收剑 开始扫荡战利品 要不咋说是准天巅峰 珍藏的宝贝就是好 便如他的龙头杖 就非一般物件 乃金阳玄铁所住 这等玄铁 大夏境内是没有的 毁尸灭忌后 他又去了祭坛 这回没人叨扰了 但他不敢太靠近 以祭坛为中心 方圆百丈内 乃绝对的禁区 谁竟都遭攻伐 他立在边缘 目不斜视地盯着看 祭坛是古老的 蒙满了岁月灰尘 如他先前猜测 其上有裂痕 年岁太久 封印已有破损 这才有血脉本源气一出 So 他画了一道分身 以分身探路 这个分身 死得有点惨 前一瞬踏入 下一瞬就被批灭了 还有那么一丝杀意 顺着分身展向他本尊 吓得赵云盲荒飞身后盾 谁造的祭坛 赵云唏嘘 不知是何人所住 但绝对是一个高人 不说其他 就说 这祭坛上的禁止 真个六亲不认 见谁打谁 连分身也不例外 打就打了 还波及本尊 亏他机智 不然会很惨 稍稍平复了心绪 他才迈开脚步 他绕着那片禁区 转来转去 看了足三五日 也未见所以然 至最后 只剩尴尬二字 明知其内有宝物 偏偏过不去 很尴尬有目有 那个老前辈也是 都留了宝物给后人 还整这些个门门道道 纵要考验 也不能设一条死路啊 看那骸骨 鬼晓得坑杀了多少人 或者说 就是为了坑人 哪位前辈 能这般无聊 赵云摸下巴 除那嘀咕 其内必有玄机 譬如入口 只不过 他这肉眼凡胎 未看出罢了 若是秀儿 还在的话 定然能眼洞悉 唉 留下一探 他转身走了 他此刻的处境 无比尴尬 找不出祭坛玄机 也寻不到出去的路 暗中的弥宗阵 时刻都在误导着 这一点 先前的独臂老者 深有感触 都转十年 愣出不去 若也给他来个十年 他可受不了 唉 路过一座岩壁上 他默得定身 这座岩壁上 也刻着一个道字 赵云眼神奇怪 这个道字 与他先前所见的道字 貌似是同一个 无论是笔画还是义语 都如出一辙 这就很神奇了 先前入道中意境 出来便不见了道字 竟是跑这来了 他是入口 已血染道 冥冥中 月神提醒了一声 奈何诅咒太强大 将他的话拦了下来 赵云自听不见 一走到岩壁前 上下扫量道字 时而还伸手 轻轻触摸一番 没啥得出奇 倒是被道字的 压得喘不过气息 这还只是一个字 就有这等威士 可想而知 写这个道字的人 有多可怕 至少是一尊仙 若非对道有特殊感悟 也不可能写出这等意语 又一次 他入了道中意境 如上回 意境成混沌 演化万物 赵云是一看客 不只在看 还在尽心地琢磨 天父妖孽如他 都看得晦色难懂 如这等级别的道 俨然已超了他 所能认知的范畴 几日后 他顿出了意境 一如第一次 出了意境 道字便消失了 捉迷藏 赵云挑眉 总觉道字在逗他玩 他满禁地的溜达 是找出路 找罗生门主 也是在找那道字 笃定还在禁地 鬼小的刻在了哪座岩壁上 这般来回跑 必有玄机 黄天不负有心人 让他找着了 完事 就被揍了一顿 那座岩壁下 藏着一尊可怕的邪雾 前脚刚进去 后脚就跳出来了 且是一根筋 一路追杀了他大半夜 入了凶兽的领地 被一头庞大的血盲 一口吞入了肚中 噗 赵云再回岩壁时 是一瘸一拐的 邪雾被吞了 他也好不到哪去 也险些丢了命 道字还在 气韵横生 藏着啥玄机 赵云捂着老妖上前 又一次出摸 许是让手上有血 鲜血染在了道字上 整个岩壁都嗡得一颤 而岩壁上的道字 也变了 形态 竟是一笔一画地 留意了金色的光辉 这 赵云见了 一阵惊愣 便是这一瞬 道字进凭空成漩涡 将它扯了进去 而后便是扑通一声响 是赵云落地了 落在了那座祭坛上 赵云震了一下 似明白了 祭坛虽摆在这 但道字才是入口 是他阴差阳错下 已削染道 出了道字玄机 稀里糊涂地开了门户 这个机关 类似于空间传送 道字是字 貌似也是一座传送阵 只不过 它道横太浅 眼界也太低 未寻出道字中 潜藏的阵纹 就说嘛 留下宝藏的老前辈 不会做那么绝 嗡 祭坛龙的一颤 将它吸了进去 在现身 乃是一片荒凉之地 寸草不生 地面却铺满了海骨 让人不觉以为 这是一片古老的藏尸之地 除这些 便是一座仙池 池水金光闪耀 生灵力澎湃 磅礴之气厚重如山 看仙池上空 有一项眼画 能见苍龙盘旋 凤凰思鸣 玄武拓路 白虎咆哮 妥妥似神兽阵容 看得赵云目瞪口呆 何曾见过这一项 小麒麟嘶叫 格外雀怨 造化神术也不安分 枝叶花花直颤 赵云谋占金光 盯住了仙池 那应该就是血脉本源 多谢前辈馈赵 赵云呵呵一笑 搓着手上前 血脉本源啊 若融入体内 它也能成特殊血脉 So 不等他走到 便见仙池之前 有一道虚幻的人影幻化了出来 该是个青年 通体金光笼罩 就连飘舞的长发 都染着一缕缕金灰 乍一看 以为是金色的头发 事实上 那就是一头金色的头发 明明是个人 却宛如一轮太阳 更像一尊神 有辟腻巴黄之事 好黄眼啊 赵云穷尽了目里 也未能看清清年的真容 只因对方的五官 模糊一片 锦衣双眸能隐约看清 深邃如星空 竟还有万物在演化 他看得发愣 这是一尊神 按秀儿的话说 你怕是对神明有误解 此人可不是神 是一道烙印 一旦有人靠近仙池 便会自行显化 打败吴 他便是你的 赵云发愣时 金光人影淡淡一声 他的话虽轻微 却恍似一道雷霆 炸满了万古仙穷 抱歉 有事耽搁 今天两章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四章 最后的一关 作者 六界三道 打败你 赵云皱眉 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满地骸骨 若他所料不差 这些人与他一样 也是通过道字祭坛进来的 也遭遇了金光人影 奈何 实力不济 皆被对方杀灭 成一具骸骨 他终是明白 想的宝藏 须经重重考验 入堕仙云海 修为禁师 活下来便是第一重考验 巧遇道字 参悟玄机 以血染道 乃第二重考验 第三重考验 则是金光人影 他不是第一个来这的人 满地都是先行者 看海谷成片的堆积 便知有多少人葬在此地 这是一条绝路 自尽祭坛便无没有路 要么死 要么斗败金光人影 富贵险中求 天堂和地狱 造化于死结 貌似只差一步 老实说 这个血脉本源的传承 比他想象中更加残酷 也更加血腥 嗡 莫的 他体魄一颤 修为一瞬回归 金光人影一有变化 也有了修为 与他同间 也便是说 同级别对战 如此 赵云顿的来了精神 自修武道 同级别干账 他从未输过 碰 金光人影动了 一步踩的大地动颤 一掌拍来 他这一掌 看似平平无奇 却气势辉弘 潜藏磅礴力量 来 赵云无惧 顶方就上 汉山一拳 霸道无匹 拳掌碰撞 顿有轰鸣 伴随而来的 便是一片血色的火光 看斗战双方 金光人影如封碑 威然未动 道士赵公子 肉皮翻卷 拳骨炸裂 紧握的拳头 血淋淋的 连臂骨与肩膀 都崩裂了裂痕 皆是被震的 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 这么强 赵云心境亥然 若以一招定胜负 那这一击 他是完败 震惊的一瞬间 金光人影又攻过来 如一道金光 素如迅雷 饶是天眼 都捕捉不到真行 只见眼前鬼魅一现 金光人影便以杀志 一指朝他眉心出来 并非切磋 也是毫不留守 出招便是绝杀 赵云凛然 飞身后盾 金光人影更快 一击直接命中 还好 赵云反应足够的快 避过了眉心的要害 但他胸膛上 却被戳出一个血窟窿 伤口诡异 残留有杀意 成一撮乌黑的幽光 极尽化灭他之精气 血动莫说愈合了 竟还有朝外裂开的征兆 嗖 金光人影未停 如影随行 他眼韵精芒 成一道闪电 隔空披斩过来 神龙百尾 赵云心中轻斥 随他化落 一头金色巨龙咆哮而出 以他为中心 盘旋开来 矫健的龙形 霸裂无匹 一个龙尾摔灭闪电 连带杀到的金光人影 也被撞得一步后退 身躯不是一般的沉重 一步踩得大地崩裂 碰 赵云剑缝插针 如一道金雷杀到 他栖身金光人影身前 开了斗战圣法 顺便 再贴上几道报符 他倒想开偷仙术 可对方是虚幻的 光不溜秋 实在没啥好偷的 也无妨 偷不了 便吵死了打 然 他赖以为傲的近身搏杀 在金光人影面前 却不值一提 拆了不过三五招 便被金光人影打退 一掌一拳 打得他一路横翻 爆 横飞途中 赵云一声冷斥 想象中 暴符频频炸开的画面 并未呈现 他所谓的暴符 真就成百蛇了 一道都没炸响 非但没炸响 还挨了金光人影一道剑芒 展开了他的护体真元 又横飞了十几丈 金光人影随后变道 但见赵云的魔戒中 有一道金光射出 来打魂鞭 赵云以魂欲知 迎面砸在了金光人影的脑门上 可惜 没啥个调用 专打精神的兵器 在金光人影这 一样是摆设 逼我开大 赵云出剑 顺身绝杀 金光人影豁得抬手 不偏不倚的攥住了龙渊 不止破了顺身 还震灭了赵云的剑威 任赵云如何催动真元先例 也无法刺进半分 被金光人影一击轮飞 打得赵公子呲牙咧嘴 骨骼又一阵炸裂 嗡 不等赵云落地 便见一口金色大钟从天而下 通体鲜光躺翼 密纹流转 赵云避之不及 当场被赵 中内烈焰燃烧 要将它火化 破 赵云一拳轰穿 自内跳脱而出 迎面便撞上了一片金色海洋 飞水遁密法 该是本源之力 波涛声汹涌 一丝丝的血脉之气 皆沉重如山月 一瞬淹没了赵云 极尽化灭他之气血 连翻滚的真元和仙力 都被海洋吞噬大片 嗡 赵云挥动龙渊 强行劈开 金光人影沙智 粘手一道金色剑气 破 血光乍现 方才跳出金色海洋的赵云 被剑气劈翻 连龙渊都横飞出去 到飞中 昏暗天上鲜灰闪射 仰头去望 看 才知是一轮金色的太阳 光芒万道 飞一般的光芒 极具杀伤力 在其普照下 无差别功法 恰巧 赵云就身在那片天地 被阳光劈得浑身血赫 若非肉身强韧 若非底蕴雄厚 一个照面 便会被劈成碎肉烂骨 嗡 赵云取了霸王弓 弯弓搭剑 雷霆剑摧枯拉朽 一击射穿了太阳 然 这并未完 太阳虽崩灭 可光芒未散 竟寻着某种轨迹 于天穷极聚 竟演成了一轮金色漩涡 急速转动 有极强的吞噬力 赵云难以抗拒 前脚刚落地 后脚被被扯入虚空 被吞入漩涡 轰 砰 漩涡中 轰鸣声不绝 是赵云在轰击 欲破金色漩涡 灭 金光人影弹道 一语枯迹威严 他言出法随 金色的漩涡在一瞬崩灭 在空中 炸成万道光芒 每一道光芒 都染着一抹血色 皆是赵云的血 血光染红了半边天 灭我 冷亨生顿起 天穷裂开了一道横路 或者说 是被赵云撕开的 是以宝莲灯的光 强行丝的裂缝 金色漩涡的确诡诀 连接的是空间 与先前鬼脸邪念的浮道修罗门 颇为相像 若非宝莲灯助战 他已折在其中 金光人影的手段 着实让他心惊 难怪那么多的先行者 都在此化成了一堆枯骨 换我了 赵云轰的一声落地 头悬宝莲灯 摆了实情 随之拨动琴弦 弹奏了无双曲 情音悲伤 无形的情意 则潜藏霸道无匹的攻击力 嗯 第一次 金光人影一声闷哼 情意无形无相 却强得离谱 看他金灰龙木的体魄 都被斩出了斑驳之色 细微伤痕清晰可见 有戏 赵云见之 谈得更挨劲 更为霸道的情意激荡 连成了一大片 纵如此 金光人影依旧屹立不倒 在赵云注视下 金光人影取了一只箫 一只虚幻的箫 完了 他就给赵公子 秀了一波吹箫的绝技 箫声古老悠扬 意带沙伐之意 竟强行顶住了情音 两种音律 两种无形无相的意 在半空中相撞碰撞出了火光 如傲然绽放的烟花 叉子烟红 吹得有水瓶 赵云的南语 有些许逗乐的意味 但他的脸色 貌似不杂好看 只因他的无双情意 已被压制 对方的销声 神秘而可怕 自有一种无上的意境 他是望尘莫及的 正 说话间 见名声凸起 金光人影的销声 能演出了外相 成一柄金色的剑 赵云剑之 也是一样画葫芦 同样将弹奏的情音 聚成了一把剑 棒 两剑相撞 声音清脆响亮 又是一片火光 还伴有一层光韵 朝四方蔓延 破 赵云喷血 当场横翻出去 他的琴曲不差 差的是他的意境 这一回合的对决 他一样完败 连石琴都被震飞到了九霄云外 搜 金光人影如金红 自正面攻来 他手中的霄 已画成了一把剑 金光闪耀 哄 赵云稳住身形 一字正面杀来 无甚言语 当场开战 一东一西开了秘书队轰 刀光 剑芒 拳影 掌印 铺天盖地的来 所碰撞出的光 给昏暗天点缀了色彩 嗡隆隆 这片世界 因他二人晃动 看满地的海骨 皆撑不住余波 炸成了灰烬 许是动静太大 祭坛也遭波及 自外去看 祭坛嗡嗡直颤 竟又是一彩喷波 身在禁地中的活物 皆被惊动 眼神儿嘛 都说不出的奇怪 不对吧 还没到月圆 祭坛那边咋又有动静 而且 动静还很浩大 于是乎 活物们又聚集 祭坛之外 又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大半夜的 搞不好还有金光 保不齐又是一场 饕餐盛宴 果不其然 不久后 便见祭坛中 炸出金光 本是平静的禁地 顿得热闹起来 为了夺金光 活物们疯狂 各自追赶 强大的凶兽 又扎堆打劫的勾当 禁地又是一片血光 好奇异的金光 这声难语 无人听得到 是罗生门主 终是从那片桃花玲玲走出来了 整个狼狈了得 方才出来 便撞上了一道金光 入了他体内 便瞬间消弭于无形了 他很惊异 只因金光很奇异 竟恢复了他一丝修为 即便如此 他也没敢冒头 整个堕仙云海 都乱成一锅粥了 无论是凶兽还是邪物 都在追赶金光 如他还是找地藏起来为妙 老实说 堂堂天武镜做到他这份上 真是太尴尬了 抱歉 今天一章 等忙完家里的事 尽量多更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五章 有猿人等到了 作者 六界三道 好 昏暗的堕仙云海 嘶吼声震天 火雾们发了癫狂 或追逐或争夺 热火滔天 自外看 有雪光冲销 蒙着禁地的那片云海 都被鲜血染的一片星红 动静搞得太大 禁地之外 有人影聚集 然 还是没人敢进 堕仙云海的凶名 不是摆着看的 自古以来 凡进去者皆杳无音讯 哪怕是天舞 也一样遭难 轰 碰 祭坛中 大战未有停歇 两人单挑的一战 没有看客 鬼晓得赵云和金光人影 究竟占了多少回合 只知赵云很惨 通体皆伤痕 血淋淋的 纵如此 他依旧占一滔天 能不能赢他不知 但此战于他而言 乃是天大的造化 与金光人影斗战 磨练的是斗战心境 若他是一块锈铁的话 那此战便是一把神锤 正一次次的将他千锤百炼 事实证明 的确是大造化 他虽落下风 但战意不曾消退 心境的升华 已让他站至一种万我之境 而他的功法 已在某几个瞬间 凌驾金光人影之上 沐浴鲜血 勇猛无品 他的蜕变 让金光人影眸光闪射 第一次 他的眸中多了恍惚之意 这个年轻的小五修 貌似比他想象中更可怕 不只是战力 还有恐怖的斗战心境 也或者 还有某种意志和执念 绝境之下 欲求活路 也正是绝境 才激发了无穷潜力 演成了有我无敌的战意 说没有看客 并不确切 月神时而会瞟一眼 却默不作声 对自家的徒儿 他做师尊的 有绝对的自信 若是赵云 连一道烙印都站不过 哪还谈什么成仙 他年又如何去封神 破 他看时 又一道血光炸出 是赵云叠血 被金光人影 一剑斩了左臂 大战至此 他已足够惨烈 伤得千疮百孔 满目疮痍 已是真真正正的体无完肤了 此刻再去看他 哪里还有人形 立在那 站都站不稳了 每一道血光 都是死亡的前兆 这么强吗 赵云难语 心境大受触动 这一战 他底蕴进出 平生所学 也皆施展到了极致 却怎么都打不倒对方 这还只是烙印 若是本尊该有多可怕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他见识短浅了 瞧金光人影 也好不到哪去 其体魄上 虽不见伤痕 却极尽透明 要知道 先前他是谎 若实质的 每遭一次重疮 身体便会虚幻一分 如今这般孱弱 天晓得伤得有多惨 后生可畏 金光人影难道 又开口说话 赵云心惊 他又何尝不是 他虽烙印 却有主人感悟 在凡人界 他便是同阶无敌的存在 然 与赵云战过一场后 才知凡间卧虎藏龙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 竟这般能打 不过 他不会放水 本尊已葬灭很多年 他存在的意义 便是为他的本尊 寻一个合适的人 以继承逆天血脉 通得过考验 才有资格拿 若是通不过 那他便继续等 继续等那个后来的有缘人 好 莫得一声龙吟 响彻昏暗天地 金光人影的周身 演化出了一头巨龙 通体金光璀璨 环绕于他身侧 抗魂的龙吟 如一道道雷霆 震战万古仙穷 不难得见 为了演化这头巨龙 金光人影又透明了不少 已极尽消散 也便是说 这是他所能打出的最后一击了 破 赵云喷血 撑不住巨龙威势 同样是龙的形态 他的神龙摆尾 在这头巨龙的面前 貌似就是一条小长冲 金龙太庞大了 自带一种无匹的威势 由本源之力徜徉 与意境共舞 演出了一种毁灭的神威 正 他豁得站稳 提戒而立 他已有觉悟 这会是最后一击 孰弱孰强 谁生谁死 此一击后便见分晓 站得过便是灵霄仙雀 自有逆天造化 站不过便是九幽黄泉 他赵云也在这里成一堆枯骨 没有退路 唯有站 他献祭了寿元 随之也燃烧了仙力 将体魄仅存的力量 都灌入了龙渊剑中 龙渊有灵性 嗡嗡直颤 剑体金光闪射 连盾甲天字 也绽放了光辉 一种无匹剑威 盾得极具 加持了天雷 玄黄之气 和太阴真气 剑威顺时化成剑意 好 金龙咆哮 邪毁灭之势而来 站 赵云这一吼 是发自灵魂的咆哮 他一出剑 虽无雷霆万君之势 却是有雷霆万君之威 自远处看 便如一道金色的雷电 而且竟有人见合一的意境 碰 剑与龙撞 轰声震天 同一瞬 一道蒙着金灰的乌光 朝四面八方无限蔓延 天地色变 电闪雷鸣 连仙池中的血脉本源 都荡起了波涛 看战局 赵云绝对落下风 金龙太强了 磅礴之势荡灭了荡灭了剑威 那一瞬间 还削弱了龙渊剑意 而他的龙气 则劈开了赵云血灵的体魄 不能说 赵云心中咆哮 眸中不满血丝 也恍似成了一座风碑 屹立不倒 硬顶着金色巨龙 死战不退 退 便是万丈深渊 他还未报血仇 还未复活亲人 怎能葬在这片昏天暗地 啊 他的嘶吼 声震久消 剑威灭了 剑意退了 可他的执念还在 在绝境之下 他又重聚剑威 又重造剑意 比先前更强 竟是挽回了败事 后生可畏 同样的话 金光人影又说了一次 而他的心神 也因之又恍惚了一回 他自赵云的眸中 看见了不灭的意志 这种眼神与执念 与本尊当年何其相 同样不服输 同样是不言败 才成就了同皆无敌的神话 给我破 赵云撕喝铿锵 一箭洞穿了金龙 还未完 破了金龙后 他一如一道闪电 携万钧之事 沐浴着金龙溃灭的光辉 攻向了金光人影 一击 催枯拉朽 本尊 有缘人等到了 金光人影一声微笑 并未躲 赵云这一剑 他必不过也挡不下 破 人到见到 他也被一击洞穿 没有痛楚 他只一抹微笑 待他本尊 露了欣慰的笑 时代造人结 本尊的时代已过去 往后辉煌 由新一代引领 没入他之威名 金光人影又一笑 沧桑古老 随他化落 他虚幻的体魄 一寸接一寸的消散湮灭了 在此无尽岁月 终是完成了使命 帮本尊寻到了这个后来者 至于他口中的他 自止血脉 此一脉传承 打出的是威名 缔造的是神话 恭送前辈 赵云摇摇晃晃 单手行礼 金光人影最后一笑 彻底消散 到了 他都未显露真容 他的话 却在赵云耳畔无限回荡 赵云亮亮呛呛 伤得太重 走路都走不稳的 至仙池前 他再撑不住 扑通一声栽入了仙池 嗡 因他进入仙池翁的一颤 而后 其内金色血脉本源 聚留成了一道庞大的漩涡 通过他浑身毛孔和穴位 灌入他体魄 许氏力量来得太凶猛 使得昏厥的赵云 一阵痛苦的闷哼低吼 总觉一片海洋 正在往他体内硬塞 磅礴澎湃的本源 欲撑破他的身体 本源自有神奇之力 他通体的血赫 都瞬间复原 他断裂的左臂 也缓缓重塑出来 咔嚓 骨骼碎裂与碰撞声 随之响起 血脉本源不止霸道 还很强势 极尽淬炼赵云的体魄 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其经八脉 真源先利 五魂 乃至每一滴血 都在淬炼 淬去了肺肉烂骨 炼去了体魄杂志 字外看 更是吓人 他的皮肤 在一块块脱落 他肉身成新生 被新的体魄代替 这不是蜕变 这是真正的涅槃 这个过程很是痛苦 更甚练体 不 这样的声音 很快响起 沉睡中的赵云 强势进阶 而且 是连破两个小境界 在三两瞬间 强势杀到地藏巅峰 只差半步 便是准天修为 如此境界速度 月神看了都唏嘘 这等是 在仙界和神界发生 他毫不奇怪 但 如今是在凡界 要知道 赵云一年前才重修五道的 只一年 便修到了准天境 不可谓不恐怖 不过想想 便也是然了 这小子不走寻常路 到哪都有造化 世人说的不假 他不是在撞机缘 就是在去撞机缘的路上 哄 不知哪一瞬 一道金光自照云天灵盖冲销而去 昏暗的天 都被戳出一个大洞 金光洒满了浩瀚天穷 造化出了一幅幅古老的异象 时而混沌 时而万物交替演变 能见神龙盘旋 能闻凤凰思鸣 伴着道音 织成一篇仙曲 好 静地中的活物 集体仰谋 不难得见 他们眼神中的忌惮 什么血脉 罗生门主也在看 喃喃自语 同为特殊血脉 他自知那是血脉异象 这堕仙云海中 还藏着血脉本源 亦或者 是一尊强大武修 血统得了蜕变 好霸道的异象 静地之外 已然聚满人影 奈何 距离太远 都在拿着望远镜看 能隐约见异象 绝对是特殊血脉的异象 也便是说 又一脉逆天传承出事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六章 您老还活着呢 作者 六届三道 耶 外界喧闹 祭坛中宁静 赵云盘坐仙池中 宝箱庄严 通体金光四溢 连长发 也染了一抹金色光辉 他之气息 一惊灿灿的 磅礴如大海 看其周身 异象平平不断 隐约间 还能听闻抗龙嘶 啊啊 小麒麟出单海 蹦蹦跳跳 赵云得血脉传承 绝地涅槃 他亦有蜕变 跑了一圈 他才回来 就蹲在赵云身前 静静望看 时而还上前 在赵云身上嗅来嗅去 他乃圣兽 有记忆传承 但这等血脉 他记忆中完全没有 连他都不知是啥血统 只知 此血脉很霸道 饶视他皇族火麒麟 都倍感压抑 至第九日 赵云才开眸 开眸的瞬间 他眸中有一道金光放射 连流动的空气 都被劈出一道刺眼的火光 此刻再看他的双目 深邃如星空 仔细您看 还能瞧见异韵演化 皆是血脉带给他的蜕变 好强的血脉 赵云难语 内视着体魄 看他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其精八脉 都是金光璀璨 连体内躺翼的鲜血 竟都成了金色 金骨之强韧 远超想象 还有丹海 亦是金灰异矣 宛如一片金色的大海 他能感知到血脉之力 那 是一种神秘而可怕力量 如他先前所料 此血脉远强过仙灵之体 澎湃的本源 四前藏无穷神力 充斥于他全身各大经脉 给了他一种冲动 一种找天五进干账的冲动 纵之战不过 但绝对能过招 造化 赵云舒展身体 骨骼噼里啪啦 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让他亢奋的热血沸腾 原来 这就是血脉 原来 这就是力量 这场造化 的确是逆天极的 富贵险中求 果然不假 世人眼中的禁地 于他而言 是一场福责和机缘 不只得了一脉逆天血统 还进阶了修为 多谢前辈馈赠 赵云对着仙池 拱手一败 临走前 他还在仙池前 撒了一地灼酒 是祭奠前辈 也算祭奠先行者 那么多人进来 唯独他 得了逆天的传承 真应了那句老话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他就是个好例子 事实上 这可不只是运气问题 想拿血脉本源 除运气 还得靠实力 纵视近的来祭坛 站不过也白搭 那道金光人影 墙的眉边 打他很费劲的 妄问了 这是啥血脉 赵云星道 到了 不知哪一脉传承 二 也无妨 回去问问便知 苍穹那货 可是见多识广的主 哄 很快 祭坛被轰破 赵云如一头蛟龙 自内跳脱而出 祭坛之外 有不少活物 见有东西跑出来 惊得一颤 仔细一瞅 才知是一个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且通体发光 因他出来 一彩喷勃的祭坛 湮灭了光灰 成一堆碎石 碰 赵云轰得一声落地 逼格满满 得了血脉本源 他体魄已是异常沉重 丝毫不压天舞 主要是气血 异常旺盛 让人不觉以为 他体内藏着一片海 好 活物们一阵低吼 弱小的凶兽 已在下意识后退 眼眸中满是惧怕色 这个人类的气血 让他们倍感压抑 那该是来自血脉的威压 乔强大的活物 则满目凶利 相比之下 他们眸中更多的是贪婪 都在舔心红舌头 如盯着猎物一般 盯着赵云 暴虐的眸 闪烁着的皆凶残之光 这人的气血太精脆了 若是吞了 必定是一场逆天造化 好 有强大活物出手 那是一只蜈蜈 黑色的蜈蜈 长足十几米 眸如酒坛 气息异常凶利 生怕落后了 第一个扑来 要把赵云给吞了 他也的确有着资本 若按午休境界来算 妥妥地准天境 赵云看都未看 一道诸仙剑劈了出去 硕大的蜈蚣 被一击斩翻 还未等他站稳 大罗天手便凌空而下 其后便是一片血光 蜈蚣竟被一掌拍成了一片血泥 这是他得逆天血统后 杀灭的第一个生灵 战力的确有够强 若有外人在此 定会惊异 准天凶兽 这就被这么打灭了 杀鸡儆猴 活物被惊得四散 此刻 纵是强大的凶兽 也不敢往前凑了 这个人类 貌似是个狠角色 可不能随意招惹 那蜈蚣就是血灵的例子 赵云为大开杀箭 一步走过 他虽未言语 可举动却招式了一番话 可千万别惹我 老子脾气不好 纵他不说 也没人敢惹他 惹了便是找刺激 出口在哪 赵云一路嘀咕 时而还仰头看天穷 禁地还是禁地 蒙龙云海还未消散 山林中 等弥宗阵 依旧在暗自运转 是先级弥宗阵 以他的眼界 根本破不了 不过相比外人而言 他在舵仙云海 是有特权的 所谓特权便是修为 自传承了本源 便不受修为压制 所以 他完全可在这横着走 谁来都不好使 都是我的 不知哪一瞬 他捋起了袖子 这片禁地 藏着很多宝贝 有仙辈遗留 也有寻宝者的 无尽岁月 鬼晓得多少人葬在这 人虽死了 宝贝却有残存 而他 挖的就是宝贝 这一路走过 他收获颇丰 多是残破的兵器 还有潜藏地底的陨石矿藏 淬炼后 都能铸成兵器 他有大地灵骤感知 哪有宝贝 他都门清 商量商量 你那朵七彩花给我呗 他在现身 已是一座有黑的山谷 谷中有奇物 哪一座七彩的花 可是外界绝迹的 至少他没见过 是炼制高阶丹药的材料 拿着银子都买不着 好 七彩花周策 处着一个大家伙 那是一头雄狮 七彩花是他领地中的宝物 在平日里 基本是谁抢干谁 但如今见了赵云 这个大块头 貌似有点怂 不白呀 赵云说着 拎出了一块金石 见金石 雄狮双眸闪烁金光 还下意识添了一下舌头 金石是好东西 与午休没用 但对凶兽来说 却是个好宝贝 正因知道这一点 赵云才拿来换 若不给 他不介意抢 好 熊狮一声吼 叼着金石跑了 赵云颇自觉 随手摘了七彩花 小心封存 如这等勾当 他三天两头地干 如这等勾当 他也是越干越麻溜 如强大的活物 他们的领地之中 或多或少都有一宝 他是挨个造访 一顿恐吓家忽悠 总能拐过来 他还算要脸 没有抢抢和杀戮 好歹是人家的宝贝 当场抢走不地道 月神曾侧谋 眼神是邪的 从他这个方位去看 某人貌似就是一个收缴保护费的 而禁地中的活物 就是交保护费的 遇上这么个不要脸的货 敢不交 都修到这级别了 都长着脑子呢 破财免灾嘛 哎 正走时 赵云一声轻疑 刚收了保护费 就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宁老还活着呢 赵云捋了袖子 直奔一方 他口中的宁老 自是指罗生门主 没错 他还活着呢 只不过 他此刻的处境 貌似不怎么好 禁地嘛 处处是坑 他这尊尴尬的天舞镜 又踩一个 才刚逃出来 便撞上了一只邪雾 一只 生有三头六臂的邪雾 正完命追杀他 三张血盆大口 都喷射着乌黑色烈焰 罗生门主跌跌撞撞 逃得艰难 对比一下某人 他才是真的凄惨 自入堕仙云海禁地 不是在踩坑 就是在坑里 不是被追杀 就是在去被追杀的路上 有时他在想 上辈子 究竟造了多少孽 才这般倒霉 前方 他停了 并非不逃了 是没路了 运气就是这么差 被一座岩壁挡到 如今修为太孱弱 伤得也太惨 根本跃不过 后面那尊邪雾 也不会给他机会 好 说邪雾 邪雾便道 三头六臂的他 凶宁暴虐 如地狱里爬出的一只恶鬼 将罗生门主当作猎物 三张大口 都躺流星红液体 恶臭扑鼻 这般死 真是难看 罗生门主南宇 捂着玉壁摇摇晃晃 谁会想到 堂堂罗生门门主 一尊货真价实的天舞镜 净落的这般下场 竟被一邪雾逼至死镜 南逃被撕碎的下场 哼 就在此时 一道金光 从天而降 赵公子来了 逼格满满 踩得大地洞产 破 邪雾受窗 当场被震翻 赵云颇自觉 随之还补了一掌 乌黑的血光轰然炸开 邪雾贵了 贵得干脆利落 今夜貌似不该出来 撞了个狠人 怎么可能 罗生门主见之 难以置信 在这堕仙云海 竟有人不受修为压制 即便是有修为 也难达到如此级别 这得吞了多少金光 才能到地藏最巅峰 震惊之余 他心神恍惚 那道金色背影 着实刺目 也着实地温暖 不对 你 疾痕 恍惚之后 他又是一惊 气息能变 可某人的背影他记得很轻 前辈 好巧啊 多日不见 想我没 赵云转身 满脸笑容 笑得贼开心 两排血牙齿贼雪白 转了好几天 已找这娘们好久了 是时候好好聊聊理想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837章 你很值钱 作者 六届三道 这不可能 罗生门主一步后退 险些跌倒 在禁地 修为压制 连他都修为尽尸 融了一道金光 才恢复了一丝修为 但 也仅仅是一丝 只能调动一丝真缘 但疾痕 是如何恢复修为的 而且 这小子还是地藏最巅峰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赵云笑得贼开心 一步步的逼近 他这一栋不要紧 罗生门主下意识退了一步 你做什么 今夜凉消美景 你说呢 赵云搓着手 咧嘴笑得更开心 罗生门主脸颊煞白 当即挥了剑 也不知是要杀赵云 还是要自裁 如今这近况 该属第二者 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事实上 他想多了 对他 赵公子着实没啥想法 但对他的财物 赵公子却稀罕得很 月神策谋 眼神格外的邪 宝贝宝贝 你就知宝贝 美女不香吗 若非他是看客 不然 还真以为某人甚不行呢 碰 罗生门主的剑 终世未斩下 伤得太重 他也太疲惫 俨然有气无力 当场昏厥了 即便是昏厥 其神色也满含绝绝 这神态 可不就想多了吗 赵公子为杀他 罗生门主很值钱 他貌似也不舍得杀 夜里 山林燃起了一堆篝火 火上架着一口大铁锅 炖的肉 罗生门主也在 被治好了伤 睡得很安详 自入境地 第一次睡得这般安详 那么多坑那么多凶兽 他也不敢睡啊 看赵云 就有够忙碌了 所谓忙碌 就是在罗生门主身上 翻来翻去 天无尽嘛 该是很有钱 然 搜索后的结局 却 让他大跌眼镜 没钱 这娘们儿没钱 浑身上下 就几十两银子 钱袋中 除了两颗补气药丸 以及几块不值钱的小物件 便再无其他 连一颗丹药都没 堂堂天无尽 出门 都不带钱的吗 赵云嘴角直扯 打劫过那么多人 数这个修为境界最高 貌似也数这个最穷 这几十两的银子 针对不起天无的逼格 有钱 他肯定有钱 只不过藏了起来 赵云摸了摸下巴 这般笃定道 是想用搜魂撬秘心的 可惜他道横不够 能搜准天 却搜不得天无 只因天无有五魂 即便罗生门主已修为境师 他也依旧搜不了魂 存在即是真 天舞就是天舞 不久 罗生门主醒来 其后 足足三五顺都不见他言语 三五顺后 他才猛地坐起来 第一时间便是检查衣衫 看了一圈 衣上虽雾七八黑 但还算平整 没被撕扯的痕迹 赵云斜了一眼 老实说 他还是要点脸的 罗生门主手忙脚乱 还在上下左右的看 整得赵公子 都想过来帮忙一块检查 有无那啥 掰开腿瞧瞧不就知道了 为何不杀我 罗生门主弹道 面目冰冷 他倒想逃 奈何被封得死死的 纵能逃 他也逃不掉 他只一丝修为 可肌痕却是地藏境 再快能快过地藏巅峰 你很值钱 赵公子也实在 整了这么一句 罗生门主一口气没上来 当场内伤 呵 汤不 赵云说着 淋出了大碗 罗生门主不咋愿意搭理他 神态很好地招式了俩子 不饿 咕噜 偏偏 这声音来得很不合时宜 只一丝修为 与普通人没啥区别 不吃饭那行 一碗三百万 赵云俯首 递来了一碗肉汤 趁火打劫嘛 价格贵点 很有必要 罗生门主扭过了头 就是不接 不难得见 他的脸颊 红得火辣辣的 肚子太不争气 在某人面前出丑 太丢人了 赵云不以为然 直接塞他手中了 完了 他就拎出了他的大饭盆 得了一脉逆天的传承 他饭量又大了不少 这么一大锅的肉汤 他就能一口气干了 这边 罗生门主已端了碗 饭得吃啊 不吃就会饿肚子 别说 某人熬的肉汤 味道还是很鲜美的 入度温序 成一股暖流 躺满全身 多少天了 他冰冷的郊区 又有了温度 你把钱藏哪了 赵云灌了一口酒 随意问道 罗生门主听得见 没给回话 他又不傻 若此刻说了 保不齐当场就会被杀 搞了半天 这小子是想要他的宝藏啊 赵云未追问 只顾喝汤 不说没事 早晚你会说的 审人嘛 他也是专业的 老虎蹬辣椒水 总有那么一种 是适合罗生门主的 攒了那么多财富和宝贝 你得分我点 夜 逐渐深了 赵云添了几把柴火 歪在树下睡着了 罗生门主可睡不着 一人搁那坐着 也不知在想些啥 只时而侧眸看一眼赵云 某有疑惑 疑惑他如何恢复的修为 这才几日未见 怎就变了气息 还有 鸡痕的本源气血 异常的磅礴 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 地藏镜都磅礴 特殊血脉 他的难语 只他自可听得见 他是天舞镜 纵修为镜师 可眼界还在 绝不会看错 鸡痕是一特殊血脉 而且 还是一种极为神秘霸道的血脉 正因看出了 他才更疑惑 入境地前 鸡痕并无特殊血脉 难不成 入了境地后 得了一场造化 继承了血脉一波 这会儿 他联想到了祭坛 先前那么大动静 有血脉本源气散路 鸡痕定与之有关 你客我吗 罗生门主的心语 有自嘲的意味 这话说的没毛病 自那夜捉了鸡痕 他貌似就没好过 貌似一次比一次更惨 入了境地 他这狼狈 鸡痕却有造化 两两相比 伤害是自带暴击的 偏偏 还是这货救了他 鸡痕为杀他 他很意外 因这份意外 他又多看了几眼 鸡痕的身上 好似有那么一种 与之年纪不相称的沧桑 让人不觉以为 这个青年的背后 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莫得 赵云猛地开眸做起 罗生门主猝不及防 被惊得一颤 嗖 赵云一步登上岩石 仰头看天 他看得认真 越看眸光越深邃 原来 还有一关考验 得了血脉传承 不代表就能出去 想出去 得寻出门道才行 如此才算功德圆满 而境地的玄机 就在天穷上 没错 是星象 此一夜的这一刻 是能望见星空的 此一夜的这一刻 朦胧云雾掩不住乾坤 我懂了 赵云一笑 似寻到了出路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838章 逼供 作者 六界三道 星象 是这星象 月下 赵云仰眸看天 难与生不断 今夜 于境地而言 该是一个特殊时期 梅云海遮掩 能见浩瀚苍穹 自有星象藏其中 和境地中的乾坤 是对应的 这点 与不死山的道理 如出一辙 只要寻到其内玄机 便能走出 舵仙云海 最后一关 考验的参悟 罗生门主 翘眉微平 也在看 可他所看 与赵云所看 并不一样 他眼中 朦胧云雾还在 不只眼了星空 也遮了这片境地 对此 赵云丝毫不意外 德逆天传承的是他 也指他有这特权 能在特殊时期 望见浩瀚星天 至于其他人 哪怕是有天舞眼界的 罗生门主 也看不穿乾坤 说到底 这是对他的考验 与外人无关 流血脉的那位前辈 该是挨了不少骂 鬼晓得 这片堕仙云海禁地 坑色多少人 不知何时 赵云才下了岩石 如一只幽灵 窜入了黑暗 得换个地看星象 特殊时期 得对应特殊方位 如此才看得清 你 罗生门主欲口微张 下意识追了一步 奈何 击痕速度太快 不等他第二次说出 那货便没影了 某人的离开 让他颇没安全感 此刻 就连吹拂的清风 都多了一抹良意 好 四方有凶兽低吼 他下意识握了剑 警惕地望着四周 顺便 还在心中问候了一下鸡痕 危机四伏 把我一人留着 合适吗 不合适 一只深处的赵云 一声干咳 走得太急了 盼然望了罗生门主 于是乎 他画了两道分身 又拐回去做护卫 美女 几岁了 嫁人没 别怕 我俩都好人 俺们老大很纯情的 至今还是处男 俩分身也有意思 生怕罗生门主无聊 在做护卫之际 还负责陪聊 且都是画牢 一左一后 唧唧歪歪的没完没了 罗生门主美眸冒火 满脸黑线 又小看了击痕 连分身都这般欠走 就这了 赵云已定身 登上了一座山峰 所谓特殊位置 指的便是脚下这座山峰 从这看星象 与他处不同 能见星辰各自相连 恍似一幅地图 在他看来 该是出境地的地图 只要寻出来路线 出路便有无数条 前提是 他得先参透 看星象这等技术活 他有底子 《月神传》的悬门天 书中 有不少星象讲解 虽微雾透 却小有所成 之前看雷宇星象 十有八九都是灵验的 例外毕竟是少数 只因乾坤错乱 后半夜 他才转身下山 星象是有 他已看出 但短时间内出不去 魏麻出不去 是因禁地中的阵法 时刻都在变动 得等阵停 也无需太久 按他所预料 多则半月 少则三五日 再回来 罗生门主坐那安安分分 不难得见 满脸黑线 眸中还有火苗绽放 两分深夜静夜 一左一右 如四俩门神 至此刻还唧唧歪歪 俨然已把他 逼到了要骂娘的边缘 《搜》 赵云拂袖 化去了分身 这几日便能出去 罗生门主为应答 某人话中有话 他猜的不假 赵云真就补了一句 你的宝贝藏哪了 杀便杀 宝贝没有 前辈这是逼我用刑啊 赵云说着 拎出了一条皮鞭 罗生门主倒也硬气 一句话 要杀要寡 随便 简直 赵云收了皮鞭 又换了一样 是一包粉末状的东西 此乃极乐散 小吃怡情 大吃飘飘欲鲜 来一包 某人善解人意 怕罗生门主不知是啥 不忘解释一番 最主要的是神态 那叫个一本正经 像极乐商贩在兜售物品 罗生门主的神情 瞬间冰冷不堪 极乐散是啥东西 不用急痕介绍 但凡有点阅历的 都知那是干啥的毒药 一包吃下去 何止怡情 还很伤身呢 色香味俱全 以前被知底蕴 多吃两包 应该不碍事 赵云很自觉 又搬出了一箩筐 一包挨一包的极乐散 摆的是整整齐齐 他这一整套动作 就差说一句 亮大管宝 急痕 罗生门主眸光冰冷 欲动却是动不得 某人已给他封得死死的 甚至还绝了他自杀的路 我只求财 不害命 赵云说着 已拆开了一包 粉末状的东西 香气浓郁 沁人心脾 西月 云幽谷 要不咋说是赵公子 沈人有一套 罗生门主真就招了 可他这寥寥一语 却带有一抹哽咽的意味 眸中再不见火苗 已是水雾朦胧了 硬着 一抹黯淡月光 缓缓凝结成了霜 哭了 赵云见之 嘴角一阵抽搐 天地良心 这可不是极乐伞 他也不是真的要为 是吓唬罗生门主的 这一下不要紧 给人整哭了 在月神看来 就这个事儿 也能拿回去 吹上三天三夜 打败一尊天舞镜不牛逼 把一尊天舞镜弄哭 才是真的吊炸天 别哭啊 逗你玩呢 这是香料 不是极乐伞 赵云有些头大 干掌他在行 哄人吗 他就不怎么专业了 这一点 他与司空见男 就差点意思了 若让那货来 这事儿 定能给其整得明明白白 没有几把刷子 他也搞不出那么多前女友 方圆百里必有一个 一般人可没那道横 夜色 依旧昏暗 这片山林 也因之成宁静 赵云坐在了老树下 一手拿着放大镜 一手拿着地图 埋头看了又看 找得颇仔细 罗生门主说了 宝贝都在里面 说他钢铁直男 果实不假 不寻思着轰轰人姑娘 满脑子都宝贝 月神看了 很吸了一口气 这般一个上进的大好青年 世间已不多见 他上辈子造了多少孽 才撞见这么个玩意儿 没有啊 赵云挠头 找了大半夜 也没找着那云幽谷 整得他 颇想 再找罗生门主问问 问问那娘妈 是不是忽悠我来着 清晨 肉香飘满山林 某人又大秀厨艺 炖了满满一锅肉 吃不 不吃 咕噜 大清早的 局面就整得好尴尬 赵公子热心肠 另一位却嘴硬肚子诚实 哭归哭 饭得吃 饭后 赵云又窜眉眼了 大白天的没有星辰 难见星象 他也不是去看星象的 在禁地中来回的跑 走一路看一路 是找宝贝 也是找振文 夜里 才见他归来 篝火燃起 又是一口大铁锅 赵云还好 倒是罗生门主 表情有些怪 有那么几次 能见他遇口违章 似想说些什么 然 到了 都没见他说出口 尿急 赵云策谋 试探心问道 罗生门主未答话 干脆扭过了头 试 赵云干咳 解了气封印 而罗生门主捂着下腹 逃逝地离开了 脸颊红了个透顶 又糗一次 两久 都不见他回来 赵云倒是稳 抱着古书看得有滋有味 不急 他一点不急 该回来时 他自个就回来了 果然 罗生门主很快就回来了 身后还有个大家伙追他 本想着方便之后 找个地儿藏起来 不成想撞上了一头凶兽 滚蛋 赵云开口 一刻坑枪 凶兽闻之 转身顿得没影 还跑波 赵云侧手 看了一眼罗生门主 罗生门主只顾喘粗气 想跑的 姿势没摆好 这禁地 处处是坑 方便一下 都能撞上凶兽 怕不等出去 就被叼走了 夜悄然降临 还是肉香 秀之便胃口大好 这回 赵云没封罗生门主 人是自个过来的 以求几回 不在乎再多一次 喝汤时还不忘看赵云 这么个不要脸的货 咋还有这么好的手艺 煮的汤 味道还是不错的 看过星象 赵云倒头便睡 至于另一位 就格外刻苦上进了 所谓刻苦上进便是竭力想恢复修为 频频运转功法 静地危险 走哪都有坑 还有击痕 保不起哪天就把它灭了 恢复修为 还是很有必要 若在成天舞 第一个收拾这货 嗯 曾有一瞬 她默得开眸 她看的是赵云 眼神很奇怪 不怪她如此 只因赵云的身侧 多了个人 一个女子 谁呢 妙语 该是夜里风景很不错 想跑出来溜达溜达 她坐在了赵云身侧 挽了赵云胳膊 歪在了赵云肩膀上 活死人 罗生门主见了 美眸微眯 绝不会看错 那绝对是一个活死人 正应是一个死人 才能入击痕的魔界 前几个瞬间 那姑娘就是从魔界出来的 看起这般姿态 该是与击痕关系匪浅 搞不好还是夫妻 她有妻子 罗生门主的眼神更加奇怪 有关天宗圣子的情报 她这多的是 没说那小子有媳妇 而且 还是一个活死人 状态很微妙 是死人无疑 就以某种方式 活在人世间 诡异 罗生门主难语 看了又看 天舞阅历如她 都看不出丝毫端倪 唉 她这生叹 来得很莫名 那 究竟是怎样的一段情缘 生死相隔 冰冷的杀手 心中这般问自己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三十九章 蜕变中的失败 作者 六界三道 夜色深邃 心灰璀璨 禁地之外 因异象聚集而来的人 已渐渐散去 到了 都不见有人敢涉足 寿原将中者 便如云苍玄那种 看淡了生死 或许敢进去一拼 至于其他人 多是回家洗洗睡吧 说到睡 赵公子这一睡 便是三五日 沉睡中 他体魄金光龙目 周身有一项眼画 更有抗魂的龙银缠绕 经久不绝 放在往常 他可不舍得睡 或画符 或修炼 绝不虚度光阴 但得逆天传承 融了血脉本源 便越发逝睡 按月神的话说 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某些蜕变 需在沉睡中完成 毕竟 那不是他的本源 需要很长一段岁月的磨合 微风轻浮 撩过赵云发烧 他缓缓开眸 下意识厕手 看罗生门主 今夜的罗生门主 有些怪 盘膝而坐 美眸紧闭 似是在做噩梦 眉宇间难掩的是痛楚 脸颊上 还挂着汗珠 低音声是一阵接着一阵 赵云皱眉 默默开了天眼 带一番望看后 他才见端倪 这娘妈是在蜕变 准确说 是血脉在蜕变 只不过 在蜕变过程中 出了问题 看其体内 血脉之力很不稳定 甚至说 造乱不堪 时而违靡 时而狂暴 他猜的一点不假 罗生门主的确在蜕变血脉 这是他血统中 所潜藏的天赋 每隔一段岁月 便会蜕变一次 越蜕变越强 越往后蜕变便越难 而这回蜕变 比之往昔提前了不少 是因外力促使 啥外力呢 功法反噬 先前 他修了太多盗版功法 与自身功法成冲撞 这才遭了反噬 正因反噬 才促使血脉蜕变提前 赵云当即抬手 但 一番思索后 又缓缓放下了 即使血脉蜕变 他便帮不上忙 一个整不好 还会帮到忙 安心看着唯妙 能否跨过这一关 得靠罗生门主自己 嗯 他看时 罗生门主又一声低吟 脸色顺时煞白 汗如雨下 压不住躁动的血脉之力 连血脉演出的异象 都混乱不堪 像极了走火入魔前的征兆 他之心神 也因之而迷乱 在某几个瞬间 甚至已分不清真实与虚幻 故守心态 赵云说道 当时提醒 老实说 他这是一句屁话 若能守护心神 也不至于这般狼狈 血脉蜕变这等技术活儿 罗生门主早已经 历过多次了 门清得很 但这次不同前几回 来得太突兀 也来得着实太反常 俨然已超越了他所能掌控的范畴 这次是个人的主 处境极其不妙 走火入魔是小 葬掉性命是大 嗯 又一声低音 罗生门主嘴角躺溢了鲜血 形态也随之改变 本是风华绝代的女子 竟在一寸寸缩小 在赵云错愕的目光下 变成了一个妙龄少女 也是在赵云错愕的目光下 一点一滴的朝孩童方向演变 这句目 妥妥的返老还童 比起他 月神看得更真切 同为返老还童 罗生门主与昔日的赵云和玲珑大不相同 玲珑是功法所致 赵云是因诅咒遭劫 而罗生门主的情况最复杂 涉及血脉 功法 修为 凡事 多种因素促使 才有了这场恶难 不知何时 赵云才上前 他摸着下巴低着头 绕着罗生门主转起了圈 真就返老还童了 变成了一个一两岁模样的小女娃 粉嘟嘟的 肉乎乎的 娇小的身体上 时而还有烟霞躺翼 若非亲眼的见 他都不知罗生门主小时候 晋升得这般可爱 整得他都忍不住伸手 捏捏罗生门主的小脸蛋 事实上 他真就伸了手 嗯 手感不错 他在看 罗生门主也在看 仰着小脑袋 灵彻的大眼 虽寻不出丝毫杂志 却满目迷茫 赵云见了 不由挑眉 失忆了 没人给他答案 罗生门主此刻迷茫的神态 便是最好的答案 绝对失忆了 不然 他捏他小脸 为啥一点反应都没 好似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记忆空白 看啥都是新奇的 赵云甘笑 血脉还真是悬之又悬 啥扯淡事儿都有可能发生 便如罗生门主改变蜕变失败了 乃至返老还童 仔细想想 也算庆幸 至少 还有命在 有命在 便有回归的可能 咕噜 正看时 突闻这等声响 赵云随手拿了灵果 塞给了罗生门主 小家伙雀跃 捧着灵果吃得很香 时而还有奶声奶气的笑 这还值钱吗 赵云摸了摸下巴 上下扫量罗生门主 每逢提到钱 罗生门主的眼神 都格外的闲 不是宝贝就是钱 他咋交了这么的图 其后几日 赵云有事干了 要么找宝贝 要么看星象 而他做的最多的 还是看罗生门主 有事没事便拎过来研究一番 若是暗客卖的话 岂不是赔大了 停了 不知第几日 赵云谋闪精芒 所谓停了 是禁地中的法阵 停止了变动 与天上星象彻底对应 也便是说 他们能出去了 看苍穹上 一条出路已勾勒出来 也只他一人看得见 至于其他人 连遮掩禁地的云海都看不穿 更莫说看星象了 走了 赵云抱起罗生门主 直奔一方 隔着困了两月之久 终是可以出去了 这一趟没白来 造化满满 但他怀中这位吗 貌似就有点尴尬了 近来时好好的 走时却成了一个小不点 即便出了禁地 多半也不会恢复天舞境 从罗生门主的角度看 若不说他俩八字不合 鬼都不信的 自捉了赵公子 他就在倒霉的路上 越浪越远了 从天舞境 一路浪到了返老还童 是这条路 没错了 赵云腿脚麻溜 心情也贼好 穷尽目里去看 已能望见禁地之外的山峰 有人 接近出口时 他猛地定身 的确有人 蒙着一件黑袍 但赵云看得清 那是个魁梧的壮汉 雄躯沉重 每一步落下 都踩得地面凹陷 走路的姿势有些怪 僵硬木讷 看其双目 也是空洞无神 是魁 赵云瞇了眸 一眼洞悉 那是一尊尸魁 而且 还是一尊天舞级的尸魁 也便是说 附近有尸族人 陈关树虽悬傲 却是有一个弊端 操控者与尸魁之间 不能超越某种距离 如今尸魁在此 那操控者必定在不远处 那人倒不傻 自个不敢先进来 派尸魁在前开道 天舞级的尸魁 操控者最弱是准天巅峰 赵云难语着 随之开了天眼 尸魁与操控者之间 是有联系的 也便是一缕比牛毛还细的光丝 一般人看不见 一般的天眼 也看不见 好巧不巧 他能清晰捕捉 他顺着光丝 一路追了下去 直至出境地 操控者就在境地之外 是个老者 一蒙着黑袍 因 惧怕境地凶名 未敢进去 才派尸魁在前开道 而他 则以秘术连接了尸魁视线 只为窥看境地 若是没有危险 他不介意进去走一遭 准天巅峰 赵云藏于暗中 确定了黑袍老者的修为 师祖咋这么多人才来 鬼晓得扒了多少坟墓 又鬼晓得寻了多少天舞师身 他已见了好几个 仅这个阵容 一般势力就惹不起 加之师祖的名号 连各大王朝都会忌惮几分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 赵云放下了罗生门主 拎出了龙渊 既是师族人 那就没必要留守 恩怨由来已久 他年也必有一战 早灭早安心 嗯 黑袍老者皱眉 脸色难看 就在前一瞬 他所操控的天舞师魁 与他断了联系 断联系就对了 这 会是赵公子的回答 舵仙云海凶名卓著 岂是摆着看的 真以为用尸馈就能开刀 想啥呢 在边缘溜达还好 敢深入 必迷失其中 连天舞进的罗生门主 都被压制修为 隔断联系 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 真 赵云动了 顺身出剑 黑袍老者感知不差 心神凛然 奈何 此乃顺身绝杀 纵有感知 他也避不过 当场被命中 被一剑洞穿了丹田 准天巅峰的修为 随之废了干净 啊 这声惨叫 甚是凄厉 赵云收剑 黑袍老者一步贪倒 星红的眸 死死盯着赵云 能认出顺身绝杀 自也能认出赵云身份 绝对是天宗圣子 怎会在这 他先前竟无丝毫察觉 被一剑杀得措手不及 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打成了废人 赵云身手 按在了齐天灵盖 强势搜魂 这么一搜 他眉头不由紧皱 从此人记忆中 他瞧见了一个有趣的消息 啥消息呢 刺杀的消息 刺杀谁呢 刺杀他击痕 而请此人刺杀他者 竟是他的老冤家 魔窟圣子王阳 他还活着 赵云难语 眸光明暗不定 昔日 在魔狱遗址 他已把王阳劈成灰了呀 竟还活着 由此可见 先前入魔狱遗址的 根本不是王阳的本尊 只是一道魔之身 而本尊 则躲在一处猥琐发育 为了灭他 不惜重金 请失足强者来刺杀 若非恰巧遇见 他至今 都还蒙在鼓里 王阳怕也想不到 他花大代价请了杀手 一个照面 就被他撂倒了 本章完 永恒之门 第八百四十章 真是他 作者 六界三道 破 赵云灰剑 斩了黑袍老者 王阳还活着 他已知悉 美中不足的是 此人记忆中 未见王阳的具体秘心 譬如魔窟老巢在哪 又譬如王阳真身在何处 如此 那得尽快找了 王阳的秉性 他太了解了 自修不灭魔神诀 愈发变本加厉 他也是这段因果的参与者 因王阳而起的每一场谢劫 他都难辞其咎 这般想着 他加快了脚步 临走前 他又进了一次舵仙云海 将黑袍老者的 那尊天武师傀 一并捎走了 带回去给苍穹 搞不好会有惊喜 瓜 很快 大鹏展翅高飞 因赵云涅槃 大鹏一有蜕变 杂乱的羽毛 已彻底退了干净 如今的每一片毛雨 都金灿灿的 映着月光 如一片金色的云彩 素如金芒 啊 罗生门主拍了拍小肚皮 乃生乃气 赵云一笑 随手拿了灵果 别看他人不大 却贼能吃 也如他先前所看 纵出了舵仙云海 也一样没能恢复天武镜 须血脉蜕变成功 才能恢复正常 至于能否重回天武镜 那就看造化了 九日后 他回了千秋城 一如往昔 他每次回来 城门口都处着一大堆人 为了配上某人的逼格 城门口还竖起了条幅 打老远一瞅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欢迎哪家领导呢 嗯 又带回一个 摩家三长老见之 捋了捋胡须 众人也都忘见了 正因忘见了 才眼神奇怪 咋是个小女娃 于是乎 众人脑洞大开 该不会是某人的私生女吧 说话间 赵云已到 这货还好 倒是罗生门主 怕是第一次见这么多人 有些 胆怯 小手紧紧拽着赵云 这谁啊 不少老家伙围了上来 上下左右的看 眼界高者都微眯了双目 这小丫头 貌似是个特殊血脉 罗生门主 赵云随意道 他这个随意 让他的逼格 瞬间圆满 而众老家伙的眉毛 却是挑得老高 看赵云的眼神 也是集体邪了 某人出去一趟 咋还学会吹牛皮了 这若是罗生门主 老夫直播吃屎 天舞镜 厚道的苍穹见了 顿得一愣 他这一语不要紧 全场集体震惊 天舞镜 这你都看得出 赵云也满目诧异 你也太小看老夫了 苍穹揣了手 一如看猴似的 看罗生门主 看了两久 才又颇确定的补了一句 是天舞镜无疑 真的假的 众人一脸不幸 他该是血脉 蜕变出了问题 乃至烦恼还童 苍穹悠悠道 形态能变 潜藏的天舞气韵 却变不了 老夫也曾为天舞 不会看错 说吧 他才看赵云 无说的可对 赵云深吸一口气 轻轻点了点头 这 众老辈齐齐策眸 看罗生门主的眼神 都变了 这么一个小女娃娃 竟是一尊天舞镜 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确定是罗生门主 苍穹笑看赵云 众人也一样 集体投来了目光 确定是罗生门主 真是他 俺们不信 这把剑 该是有人认的 赵云未多说 拎出了罗生门主的兵器 乃一把细长的剑 霞光闪射 自带一种冷彻入骨的含义 除此 便是一种煞气 鬼晓得这把剑 究竟染了多少人的血 天双剑 剑多识广的白家老祖 顿得一声惊异 阅历广泛的人 不止他一个 太多老家伙都谋占金光 未见过罗生门主 却认得罗生门主的剑 准确说 是认得铸造此兵器的材料 是天外兵玉铁 世间没有第二块 剑上古老的密纹 便是最好的证明 也便是说 这个小女娃 真是罗生门主 再无人质疑 赵云貌似 也没必要骗他们 咕咚 嘈杂声散了 暗自吞口水声连成一片 看赵云的眼神 变得如似看怪物 这小子 真神人啊 上回带来了鬼面炎罗 这一次更牛叉 还真把罗生门主烧回来了 连罗生门主都被拿下了 还有谁是他摆不平的 方才那个要吃屎的呢 不少老家伙还事 左瞅右看 没人搭枪 吃啥屎 吃饭不香吗 本还想抱抱来着 老家伙们搓手 却没人赶上前 这可是罗生门主 可不能乱报 他若哪天恢复了正常 是会发飙的 被天舞级的刺客盯上 这辈子就别想出不死山了 出去就是死 怕是只有赵云这等人才 才敢抱着罗生门主 满天下溜达 回家 赵云笑着 第一个迈开脚步 恰逢他身上的几道遮掩服 到了实现 被遮掩的气息 轰然呈现 磅礴的气血 撞得不少小背 都一步后退 霸裂的血脉威势 压得凤五都没站稳 地藏巅峰 好霸道的血脉 惊一声又起 人潮炸开了锅 这才多少时日 这就到巅峰了 还有他这血脉 是啥个情况 哪得的血脉本源 而且 还这般的霸道 莫说众长老 八千年心境如苍穹 都露了亥然之色 如此可怕的血统 他是第一次见 比仙灵之体更强 低调 赵云一语深沉 逼格越发晃眼 他倒想低调 条件不允许啊 哪得的血脉 这两月 你经历了什么 又壮造化 众人拦下赵云 一阵唧唧喳喳 真奇了怪了 这货每回出去 都会给他们带个惊喜回来 就数这回的惊喜大 回家说 赵云笑道 一步进了城 众人一窝蜂地跟上 就想听赵公子讲 而赵公子 也的确把他的所见所闻 编织成了一段故事 讲得绘声绘色 惊得一众小伙伴 俩眼发直 竟是堕仙云海 竟藏着血脉本源 好巧不巧 还让某人得了 总的来说 此货又打破了一条禁忌 要说罗生门门主 也真够悲催的 撞上了这么个坑祸 但仔细想想 这不怪人赵公子 是罗生门主上 赶着往前凑的 这一凑不要紧 倒了个大霉 相比赵云在北江一战 这桥段貌似更有趣 这是啥个血脉 故事讲完 赵云看向了苍穹 随他一块看去的 还有众老辈 也很想知道 不知 苍穹干咳 闻所未闻 不知道就对了 连麒麟圣兽 都看不出 更莫说他了 本章完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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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